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基本权有关的最主要就是在谈大学自治 有两号到三号的解释都在谈大学自治 我们的宪法有规定讲学自由英语保障 那么这个讲学自由解释上就一般都认为这个就是学术自由 那么这个学术自由已经被大法官所肯认 那么它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基本权 这个学术自由之所以宪法会保障 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啤酒你把它一压然后它会反弹 也就是说是人类的历史上就是曾经有过公权力 它对人民的科学的研究对学术的发展 它有过压迫所以有过压迫呢 这个才会产生那一个透过学术自由予以保障的那一个需求 那么这个大家都一定很清楚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地洞说结果被教田 那一个处罚的是哥白尼 那他就是因为他观察那一个天下 那么他认为说其实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那么地球是会动的 是绕着太阳 那么这个就是跟教田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理论是不一样 结果他就被教田所处罚 那么像这个就是一个因为对学术自由的压抑 而对这个人类的那个学术的发展 科技的一个发展就有所不利 所以当时呢这一个哥白尼他就被处罚 那么当时呢就是教林就召开那个宗教法庭来审判他 那么他最后呢他就是屈服了 那屈服就是说他收回他的这一个见解 不过文献上记载 那么他屈服之后呢 然后退庭的时候呢 一面呢嘴巴还是在那里碎碎链 然后他虽然公开说那收回 可是呢退庭的时候呢 他嘴巴还是在默默的在那里讲说 可是地真的在动呢 他是这么说 那么这个日本呢也曾经呢就发生过在二次大战前 那时候也是军国主义的那个时代 东京大学呢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宪法学者叫做美农布 美农布达吉 那么他当时呢对于日本当时的帝国宪法 他的一个解释 他认为天皇 天皇他不是 不是神 他认为天皇只是代表国家 是一个国家的机关 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很有名的天皇机关说 这个就触怒了日本人过去一向的一个认识 日本人是认为说天皇他就是神嘛 是神的一个神之子神的后裔 那他天皇享有那么崇高的一个地位 你怎么能够说 他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机关呢 所以为了这一个呢 这个美农布呢 他在东京大学的宪法教习就被拔除 那么像这个呢都是 其实在东方在西方都可以找出很多例子呢 就是公权力对学术的讲学自由 研究的自由等等的一个压迫 所以在人的历史上 就是说有压迫他就会有反弹 所以才会认为应该要有这一种 学术自由的一个保障 那么学术自由他保证的内容 其实就是保障那一个研究学问 要保障教学的自由 所以研究的内容 教学的内容 这个还有发表你的这个研究的成果 这个都是在学术自由所保障 甚至呢跟各位有密切相关的 一般认为说呢 在学校里面呢 这个学生他的学习自由 也是在学术自由的一个保障的范围之内 所以各位你们也是学术自由的享有的这个主体 那么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学术活动他最主要的表现的一个场所呢 就是在大学 所以这个学术自由的保障内容呢 他除了保障老师还有学生 他个别的那一个讲学自由 研究自由 学习自由以外 那么他就对那个大学又特别保障所谓大学自治 因为大学它是一个学术的一个社群 一个community 所以他希望说呢 在学术自由被公权力迫害的危险 自己的人 他来管理自己 如果是由外部 比方说有公权力 比方说有国防 代表的教育部长 或总统 或者是内阁 他们这些政治部门 如果他是可以来监督大学 他的管理的话呢 那么在学术上就认为说 这个就会有学术自由 被公权力迫害的危险 所以为了让这个学术自由 个人的学术自由 能够更尽情地发挥 所以又发展出大学自治 所以说大学自治是用来支援 支援属于个人的这种 研究学问的自由 发表学问的自由 讲学自由 学习自由等等的 我再强调大学自治是一个支援 支援个人的自由的一个机制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到底他的学术自由的表现的内容 我们先讲大学自治 它的内容有哪一些 我们可以从过去大学官的解释 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380号解释 我们先看宪法在11条它规定 人民有讲学自由 这个讲学自由就是学术自由 那么162条它也规定 全国公私立的教育文化机关 依法律受国家的监督 所以是国家也是可以监督大学 就是公私立的教育文化机关 可是要依法律 可是这个监督的内容就受到限制 他的监督呢 他必须要跟大学自治呢 要取得一定的一个均衡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宪法学上 大家在研究的 那么这是我们的大学法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个380号当时的一个 增值的一个重点 它就涉及到各大学的共同必修科目 你们可能不是很清楚 你们现在是享有的就是前人的混斗的一个成果 所以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说过去 学士自由受到压抑的情况 它的内容它到底是什么 在我读台大的时候 我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当时都有一些所谓不定的必修科目 我们要学国文 英文这个都是必修的 还有中国通史 还有国父思想 那么军训也是必修的 男生就是军训 女生就是护理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不定的必修科目 不定的就是教育部它定的 不管你大学你同不同意 你都一定要设这一种科目 那么甚至你校定的必修科目 或者是各系所定的必修科目 也要经过层层的 就是说要经过学校它的同意 那么学校它的校定必修科目 也要经过教育部的同意 所以这个监督也就根据它 刚刚我们讲的校162条 那个监督是非常严密 所以当时大家都说 整个大学没有什么自治 教育部它是控制校长 以前的校长不是民选的 校长都是教育部就任命 然后这个校长他又经过教育部 又任命院长 院长任命系组任 根本没有什么的校园民主 所以这个就整个的就是国家 它全部都控制 那么在381解释 当时就是1990年代 当时已经是台湾已经解研了 开始自由化民主化 那么就开始有人来挑战 那么这个就是要挑战 这一个共同的这一个必修科目 有人认为说 你凭什么教育部 你要来指定一个不定的必修科目 有没有违反大学自治 那么这个在381解释 大法官他就一开始就是承认 他说讲学自由的规定 是在保障学术自由 那么学术自由保障 应是大学的组织 还有其他的建制方面加以确保 这种制度性的保障 他说这个就是大学自治的制度 那么他是对研究教学学习等活动 担保他不受不当的干涉 使大学享有组织经营的自治的这个权能 那么固然162条是规定 教育主管机关可以对大学监督 但是应该有法律的授权 并且他的监督也不能够违反 法律保留当然也不能够违反 那一个我们以前讲的这个比例原则 那么这个就是383提到 学术自由就包括研究的自由 那么这个都是涉及到这个教学 那么研究以外属于教学跟学习范畴的事情 像课程的设计 科目的定定 讲授的内容 学历的评定 考试的规则 学生选择科系 课程的自由 那么这个也 以及学生自治 包括这个学生的自治 这个都包括在整个大学自治的范围 所以你们可能会比较感兴趣 对你们有关系的 就是说 学生他有选择科系的自由 你有选择科系 你必须要考上 那么你学生也有选课的自由 所以这种选课的自由 我不是每一个系 他的资源是不一样 就以法律系为例子 我们的法律系 一个必修科目 一定是开两班以上 让同学能够在这一个 同一个科 你一定要必修 你可以选假老师或乙老师 甚至有开上班的 我就不清楚 其他的系 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让同学选 所以万一系的老师 开不出那么多的课可以让你们选 你们就不能够高学校 说千万到你们的选课的自由 事实上就是因为资源有限 不过理论上是有那一个选择 课程的自由 那么这里有提到大学课程的自主 那么也是在大学自治的这一个范围 那么他这里提到 大学法并没有授权教育部邀集各大学 所以相关人眼定定共同必修科目 所以对我就是把这些 就是这一个三百八十号解释呢 就把不定的必修科目呢 就宣告说他没有法律的授权 那么就宣告他是违宪 所以从三百八十号解释以后呢 就教育部他就松拔 就不再有不定的必修科目 所以以后的必修科目呢 其实就是大学自己定 或是各院系自己定 接着我们再来看四百五十号解释 四百五十号解释 就是涉及到组织的问题 也是会跟课程也是有关系 那么他这个大学法有规定 大学应该设左类的单位 所以有教务处 所以我们有学务处 所以我们有教务长 学务长 总务长 图书馆 体育室 还有一个军训室 要设军训室 这是大学法规定的 那么当时 这也都是一九九零年代 在解研以后 当时呢 整个台湾的社会力就爆发出来 那么大家思想 整个的风气解放 所以当时就是有教官 退出校园的这一个风潮 那这一个就是在 那一个趋势的带动之下 那么就有人向大法官声音解释 要来挑战教官 那在校园里面到底有没有正当性 就是法律它是规定说 你大学一定要设军训室 设军训室 意思就是你一定要设有军训教官 那么这一个四百五十道解释 其实在整个的 这里就是军训室 要设主任一人军训教官 护理教授做干人等等 那么这个就 大法官就是针对这一个来加以审查 那么这个他在这一个四五年 他在重申大学自治 那么他把认为大学自治的内容 还包括自主的组织权 刚刚的三百八十号解释是说 大学自治就包括大学可以自己决定课程 那么现在他进一步说 大学自治也包括大学有一个组织的自主性 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要设哪一些单位 那么他说如果大学认为没有需要开设某种课程 而法令仍然强制规定 应该设置跟这个课程相关的规划 他把与教学单位就跟学术自由以及大学自治的保障不符合 所以就是说他要求要设置军训室 意思就是说强迫你要设军训课 所以才要设军训室 那么大学官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就是无疑 就是说你在强迫大学要开某种课程 所以你要设某种单位 那现在大学官是允许 你如果大学认为我不需要开设这种课程 因为我是大学自治 我不需要开这个课程 我当然就不需要设某一个教学单位 所以从这里意思就是说 你大学可以不必设军训室 这是大学的自主 所以法律不能够强迫 法律一强迫就是他就宣告大学法 强迫要设军训室的规定是违宪的 但是他说坦克大学依其自主的决策 认为有提供学生休息军训或护理课程的必要 自得设置与军训或护理课程相关的单位 并依法变成私人之教育人员 现在各大学都是这样就变成这样 所以台大有没有军训室 还是有 但是现在解释上就是说 我们不是法律强迫的 是我们台大我们自己甘愿的 心甘情愿 我们根据我们的大学自治 我们的课程的自主 我们台大认为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校定的科目 那校定的 现在的军训课到底是必修还是选修呢 选修 如果是必修科目大概会被批评 那现在就是 就是学校现在就定做我们认为有军训课的必要 那既然有军训课 那么他就继续设军训试 然后就聘请教官来上这一个军训课 那么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一个情形是这样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 根据454号解释呢 大学有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这个基本上是大学自己设 你法律的规定 比如说他法律的规定说 你大学要是什么教务处 总务处 这个法律规定这个是OK的 反正本来各大学大概都会设这种单位 那你只要是大学认为没有必要设这个单位 可是你法律却强迫设 那这可能就会违线 那么军训试现在之所以有设 是因为大学自己愿意 所以才会有军训课 也是会有军训课 那只是说在这里都 这个在西方的国家 他们都 我曾经有欧洲的朋友听说 台湾的大学有军训课 有军人教官进入大学 然后来教那个军训课 他们都认为非常不可思议 基本上你要在大学上的大学的课准那种 它应该是具有一定的一个学术性 它是一种academic的一个事情 所以军训课如果要设的话 它必须是跟那一个学术有关 那学术有关大概是军事的历史或军事史或军事学 应该是这样 那我现在不知道你们现在军训课是上什么 不过有这种训 就是军事训练这种名称 我认为这个就已经是 知识就跟大学的本质 我认为是不符合的 所以大学你如果要开什么样的课程 基本上我觉得它要有一定程度 那个academic 一个学术的 一个 要有一定的学术的那一个 含金量要高一点 如果是一个训练 比方说如果现在这个乙鲜皮 我们以前好 以前我们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军训课 那时候还是戒严的时期 我们都还要粗糙 大学生比如我们还要穿制服 我们有军训服 就是说你都男生女生都要卡棋 都要去订卡棋服装 那么还要每一周 或一个训练有几次呢 你要到外面去 教官带着你在那里出招 那个带枪或是在那里 这个就是 这个真的是训练 training 这是军事的一个训练 像这个都 我都认为说这个是 可能是在战时 或是在抗战当时 在中国过去 有这种情形 其实有这种情形 我认为这个还是受到 纳粹法西斯的影响 因为当时的这个国民党 在大陆时候的政府 正是非常崇拜 纳粹法西斯 所以把那一套制度 都引到这个中国来 不过纳粹已经灭亡了 好吧 基本上我还是认为说 如果军训课要在大学里面 要能够存活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必须 首先就是那个内容 必须要具有一个学术性 第二个 要教军训课的人 也必须要具有大学教师之感 把它当作是一个大学的一个课程 那现在是不是这样 好像不是 不过这个你可以说是许老师的意见 接着五百六十三号解释 这个可能各位 跟各位也是厉害相关 最好解释的申请人是一个正大 民族学研究所的硕士班的学生 夏允芳 那么他要参加硕士资格考 那么考试呢就有一个中国民族制 那么这个他就考了不及格 考不及格 那最后呢就是因为重考 还是不及格 结果就被政大退学 那么他认为这个政大的 把他退学的这个决定 侵犯到他的学习自由 那结果他最后都输掉了 所以说他向道法官申请解释 那在这里有一个 这个要跟大家厘清的 我们刚刚所说的三百八十号跟四百五十号 他涉及的就是说大学有那个课程的自治 我有组织的自治 从这种大学自治内容可以说是大学用来 根据大学自治这个制度 用来对抗国家 谁代表国家呢就是教育部 但是在这个例子呢 其实是这样子 反而就是说大学 他是相对于学生 他变成是一个公权力的主体 那是大学他把一个学生退学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三分关系 一个是国家 那么这个大学 那么在这个下面就有老师 有学生 那么大学他可以主张自治 有时候呢这个国家呢就是教育部 他可能会侵犯到大学 所以大学可以根据大学自治呢 用来对抗国家 可是大学自治呢 他在也一样可以行使公权力 所以他可能把一个学生退学 他是根据就是我的大学的机制 就是一个大学自治 他把一个学生退学 学生如果不服的话也可以去告大学 同样的大学也可以 也可能他可以对一个老师 以可能他的学术的表现不好 教学什么不好 他或许可以把他解聘 可是这个解聘有时候也会滥用 会亲吻到老师他的学术自由 老师也可以告他 所以大学在这里 他是一个双重的地位 他有时候他是被国家侵犯 可是有时候是他在侵犯教师跟学生 所以这个都要 基本上都是要从不同的关系去判断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来看 是大学 根据他的大学自治呢 就是政大民主学研究所 他定了自己的一个考试规则 就是硕士的一个考试规则 他这个考试规则定了一个 就是说你如果要毕业的话 硕士除了要写硕士论文 你还要经过资格考 比如说他的规定就是说你要考那个中国民族制 要考上过了你才能够去提出你的硕士论文 你如果资格考没有过那就out 那学生会认为说是你的这个大学的这个规定 你会千万到我的学术自由 就是千万到我的这个学习自由 你把我退学 让我不能够继续在大学里面去学习 那么学生在这里他争执的就是说 除了争执他的内容太过严苛以外 他也争执说你那个愿你自己规定这个资格 这个是影响到我学生的毕业啊 他认为说这样的话你要有法律的授权才可以 他是这么的要求 那么最后大法官就做了这一个解释 这就是五六三 这大法官是宣告这一个政大这个学生是败诉 他在这里他是站在大学的这一方面 他认为这一个认定这个资格考的规定 他认为是属于大学自治的这一个范围 那么这我们现在看那个各个就是他告到法院区 这个夏允芳他被政大退去之后 他是先是告到这一个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驳回他的起诉 那么他的理由说 他的理由就是说 根据大学自治学术自由 学校并不是不能够另行制定资格考 所以他认为定资格考这个也是院系他的自治 所以除了提出硕士学位的论文以外 各个院系还是可以自己定资格考 他认为这是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 那么他进一步说 在学校里面受理学生退学或类似储文赠颂的机关或法院 对于学生他的品性的考核 学业的评量 乘处方式的选择 都应该尊重学生 及学校本于专业 还有对事实 真相的熟之所的决定 只有在他的判断或裁量显然违法或不当的时候 他法院才能够干涉 所以在这里他就是要尊重大学他的专业 所以这就是博伟下颖方 那个就是贤政法院他尊重政大民主学研究所的这一个规定 现在看大法官是怎么说 那大法官是说呢 这一个为了实现大学教育的宗旨 所以学生的学业成绩品性的保险 大学有考核的权责 可以依照程序订定章则使成绩 不符合一定标准或品性 有重大偏差的学生都可以把他退学 这属大学自治的范畴 这个反而法律应该要加以尊重 他说国会立法机关虽然可以制定法律 对大学自治做适度的规范 可是大学在合理的范围内 有那个自主权 那么政大民主学研究所 他是规定硕士候选人 两次没有通过学格考试以退随论 那么这规定他认为这是合理的 所以并没有这个跟那个宪法保障 学术自己的意识并没有违背 所以各位你们就要留意一下 学校他意思就是说根据这个大学的自治 学校就可以自己来决定 学术方面考核学生的成绩的表现 所以他可以看看 比如说你到底你四年要毕业 你总共要修满几个学问 你如果学问没有修满 你就不能够毕业 这个都是大学自治 你不能够说为什么不让我毕业呢 你可能会认为说 学校为什么不规定大学四年之后呢 就强迫你毕业 那不是很好吗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个考核 可是这个考核其实就是 学校他的目的就是要来 他既然是在教学 他一定要能够要来考核一下 他的这个学生的这一个学习的一个成果 所以这个都是大学自治的一个范围 除了这个以外包括品线 大学他可不可以把一个学生是因为说你的品线 是比方说有严重的违反校规的情形呢 那么他可以把你退学 或是有那个学校里面的他有一些讲诊 这个基本上只要不是不合理的话 这个也都是在大学自治的一个范围 就像我看这几天报纸都在登 所辅大曾经发生过这一个性侵的事件 学生性侵另外一位同学 你如果学生他是性侵的这个行为人 性侵的行为人 这种严重的这一个犯罪的行为 大学当然我可以依我的大学自治 把一个学生把他家里退学 就是看他的那一个违法违规的一个严重程度 在二十年前那时候我还是很年轻的大学老师的时候 台大我们台大也曾经也有过那一个开除学生 那时候我不知道说当时台大学生到底是成了一个想法 那有一个社团 那个社团不知道是什么神秘的社团 那么他们竟然这个社团里面很多人就跑到阳明山上的公路去盗墓 那么把人家的那个魂牧把它挖掘出来 把那个骨头 然后把那个死人骨头就是把它偷 然后就带回到台大社团办公室 然后就收藏那个结果就被抓了 结果最后都被 就是违反校会的时候就被开除了 所以台大学生同学们你们再怎么特立独卿有一定的界限 像这个都是大学的自制 它可以来品性画面 它可以自己来决定做什么的要求 那么成绩考核方面有什么要求 这基本上只要不是过度 那么这个都是在大学自制的一个范畴 我们最后再来看那个学生另外一个问题 只看六八四 现在这个涉及到我要回过台跟大家讲 大学的学生我们回到一开始 既然谈到学生的学习自由 你们还是至少听过徐老师的课 也应该要知道一个名词 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这个是 就是我们从国民政府以前就是从一样就是又很不幸的 就是自己说是传统普鲁士德国的学说 德国它就有那一个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它是认为 学生公务员军人 还有监力里面的受刑人 这些人它不是一般的国民 它不能够享有自由 比如说你学生如果进入学校 你就是属于国家的一部分 变成是整个国家的机器运转的一个小螺丝钉 或一个齿轮 你不是人民 所以你不能够享有自由 这个就是特别权力关系 所以你如果是公务员 你如果是学生 或你是军人 或你是受刑人 国家它可以限制你的自由 即使你不服气的话 你也不能够到法院去告 那么它这个就是称为特别权力关系 那么其实以前孙中山也这么说 因为你们大学已经不学国务思想 我以前我们中学要必修三民主义 大学又要修国务思想 所以我们都很熟悉孙中山讲什么 那孙文他就是说有四种人没有自由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孙文他说有四种就是军人 公务员 学生 党员 他说这四种人没有自由 就是为了国家至上等等 那么孙文这种学说大家都一直认为说 他是受到谁的影响呢 那时候纳粹还没有开始 所以有人说他这种思想应该是学至苏维埃 所以最后就是你会发现苏维埃 极左的还有极右的法西斯 最后都是发展出相同的这种特别权力关系 所以特别权力关系意思就是说 你若是学生你是特别权力关之下的话 所以你学生如果在学校里面你被校规成主 你不能够到法院去告 除非你被退学 退学就是允许你可以告 可是你在学校里面如果学校对比方说对你记过 或是在学校里面一些事物 你如果认为不合理 你认为侵犯到你的学术自由 比方说我们刚刚说有学者自由 在特别权力关系之下 你都不能够到法院去告 那么后来就是一样都是有学生的权力意识就越来越高张 那么就开始起来反抗来挑战 最后就是有这一个六八四号决士 他的申请有三个申请案合并 第一个申请案是台大财经所的学生蔡耀宇 他当时是学生会主席 那么蔡耀宇他是在总统外面的总统的竞选期间里面 他申请在学校的公告栏 他讲张贴境遣海报 他的海报其实是舔扁 他是一个舔沉水扁的一个同学 所以他要求他向学校申请在公布栏 他要贴舔扁的海报 那学校当然就不同意他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贴一个舔扁的海报 这个即使是表现 这即使就是一个言论自由 那当然言论自由不是没有界限的 尤其你的言论自由是要贴在一个学校的公布栏 公布栏是学校的 那学校他当然就要定一套规则 谁要根据我这个规则 谁要根据我这个规则 你才能够使用这一个公布栏 那么学校他就不准他这个天别海报 所以他就以他的言论自由被台大侵犯 所以最后他就一直提起诉讼 可是他到法院去都被法院以就是程序不合法 没有进入到有没有理由的判断 就把他的起诉很快就把他驳回 基本上就是不受理 意思就是什么 我们的法院就是说因为学生是特别权利关系 你本来在学校里面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 你在特别权利关系之下 你不能够向学校主张什么 除非哪一天你被退学了 你才能够提起诉讼 在学校里面的这些你只是要求要贴海报 人家被拒绝 那这个他认为说这个你不能够告 刚刚那个蔡耀宇那案子 那么最高行政法案就是说 除非学校对学生是一个退学或类似的处分 改变他的学生身份 损耐到他的受教育的机会 只有这种情形才能够提起行政征受 如果没有影响你的学生的身份 你就不能够提起行政征受 这就是刚刚所讲的 这就是基于特别权利关系的理论 好 第二个例子 就是我们国发所的同学陈玉琦 我们这个同学也 他的诉求也实在是太稍微过分了一点 他要求我要去选管理学院的EMBA的课 他说这一个我既然是台大的学生 我可以去 他说这是我的选课的自由 像这个其实意思就是 像这个其实不是EMBA 你们先想看 我们法律系的同学如果要去选修医学系的 医学系一定不收 所以说每一个系他可以自己来决定说 我这个课到底要不要开放给外系 这个基本上也被证明说 这个是属于院系的自治 如果不是太过分这个都可以 那现在呢 可是我们这位国发所的同学 他胃口非常大 他并不只是瞄准我们校内的各个外系的课 他现在还是瞄准开给外系 开给大老板们的这种EMBA 结果EMBA当然就不收 他就这样说侵犯到我的学习自由 他就要告台大 那么这个也都是被 马上就是说 我们的台北高伦学生发言说 这个并没有影响到你的学生的身份 那么你的受教育的机会 并没有受影响 因为你还是可以收台大的课 我们国发所开那么多的课 不是已经足够了吗 你还要去上EMBA的课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学校有一个 这是北高雄说 这个选课的限制是课程的设计所必要 这是教学自由的范畴 那么学校他限制非EMBA的学生 不得选取EMBA的课程 他说这个并不影响其他学院的学生 在各自学院的选课 所以你国发所同学你就修你自己国发所的课就够了 所以就认为说这个 他的学习自由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都把他驳毁 你们认为我们这一位台大学生会主席 还有这个国发所同学这个告 你们支持不支持 那么有没有理由 所以他们这个都告到大法官 所以这个大法官 大法官这一号解释只是说 他只是推翻了特别权力关系 他基本上只是说 你大学里面学生 你只要认为你的权力受损 就可以到法院去告 法院不能够不受理驳毁 但是当时大法官这一号解释 顶多只是这么讲 说学生你如果你的选课 或者是你办什么活动 你如果认为学校千万道 不管你的学术自由 学习自由 言论自由等等等 他认为你只要认为 你的权力有受损 你都可以去告 可是告得演告不演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毕竟过去是不能够告的 现在大法官做成这一号解释 认为学生是可以告学校 所以当时六八四做成之后 引起各大学一阵恐慌 大学就这样说 六八四你这些大法官根本 都不懂学校的这些事情 其实不是不懂 当时大法官里面 大部分都是从学校的教授来的 当然都知道学校是里面是怎样进行 可是大学很多都非常怕 怕六八四做成之后 学生告学校的那个浪潮 就会像海浪这样迎面而来 所以怕说大学会被学生告死 所以当时各大学都严正以待 然后都迎面透过媒体批评大法官 然后就是一直等着学生来告 可是我在这里强调 六八这只是允许学生告 告得眼告不眼还要看 你的诉求有没有理由 所以最后发现各大学真的是 白白的担心一场 后来发现说 其实案件没有起见 大部分学生他如果告大学 如果认为没有理由 其实大致上他也不敢告 刚刚所讲的那个例子 台大学你要 国法所你要上那一年一的课 如果要告 我觉得他会 是无理由会败诉的 是会败诉的 那么这个刚刚停扁海报也是 你要利用学校的布告栏 那你说我这个布告栏 我要来说 我要支持蔡英文 我要支持朱立伦 我要支持马英九 我同意学校是有权可以把它 你如果要开放也不是不可以 要嘛你叫公平 所以这个如果他们可以告 难道有没有理由 最后我都认为 学生他会败诉 我最后再跟大家整理一下 大学自治的内容 大略就是有这几个 人事自治 组织的自治 财政的自治 教学研究的自治 管理自治 那么这个人事的自治 就是像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在过去教育部 他控制了整个大学的人事 所以谁先是教育部他任命校长 然后校长他任命各院的院长 然后校长再透过院长 再去任命各系的系主任 那么系主任呢 他有权决定各系要聘请哪一位老师 就是进来担任这个教授 所以他就整个国家就是 就像了那个种子 这个一个种子这样的 他提纲切点 他们那个头一提起来 他大概整串的种子大概都可以提起来 所以就是说我只要叫一部控制校长 他就等于是控制了整个的大学的这一个人事 那么这一个就在过去就没有人事的自治 可是这个都是违宪的 我们现在就是说还没有针对人事的自治有过争议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大学法已经都尊重大学的自治 所以是大学基本上可以说大学的这一个老师就选系主任 然后我们老师自己选院长 那么我们也自己选这一个校长 但是呢毕竟我们是国立大学 而宪法也规定了这个各公私立交易机关要受国界的监督 所以在这里国家也都是有过一些法律来加以限制 为了表示说你是国立大学 所以这个我们的大学法也规定 你如果要那个当大学校长 那么这个就是会有一个临选 那么这个临选的程序 那一样是经过学校里面大家来选 老师们去选那个临选委员 然后再来选出候选人 通常会选三个候选人 然后这三个候选人再交给教育部他去勾 他说理论上这个就是一个大学自治跟国家监督的一个平衡 所以教育部他不能够勾选那三年以外的这些人 所以这个也还算是尊重这一个大学自治 一般而言我大学如果我勾选 送三个人给这一个教育部勋选 通常他都会把那一个票数一二三都选好 那这个时候教育部就知道说哪一个是票数最多 通常他会勾那第一个 如果他要勾第二个第三个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说他这里必须要冒那个险 看看学校会不会反弹 也必须要冒那个险看看那一个第二名第三名 他的票数没有人家勾 可是你教父敢任命他他敢接 那他大概就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就是有那个风险 通常教育部都是会任命排名第一的 过去呢曾经我们教育部呢 曾经对台北大学呢 有过连续两任呢 都是全第三名 全第三名来担任校长 这个是所以人事自治 那当然另外我们学校 国家也有很多规定 就比方说教师法 教师法他有规定 你要担任那一个大学老师要符合一定的资格 这个是教师法有规定 所以你大学你固然你可以透过 比方说我们在新郭系教评会 院教评会 大家来决定我要聘谁来担任老师 但是这一个也不是说你可以随随随便便便便便 一定要有一定的资格 而这个资格就是要根据我们的教师法有规定 符合一定资格呢 这些人才能够担任大学老师 然后呢再由各个大学的各系 从那么多符合资格里面呢 很多人要来申请 你再从那里面去挑 所以也不是说这个大学都可以任意挑任何的资格 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定的资格 组织自治这刚刚已经提到 你大学要设什么样的一个单位 刚刚就涉及到军训士 这个是三百八章解释讲的 财政自治这个事到目前为止 大老官没有表示意见 财政自治意思就是说 你大学我怎么去获得我的财源 然后我要怎么去运用我的大学的精卫 原则上也都是大学自治 这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大学你要经营 经营大学都要花钱 你如果发钱受到国家的控制 那你的经营就没有自治 只是在这里问题 我们的法律还有现实的政治层面 财政自治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 就比方说学费 理论上学费可以收多少 理论上是各大学可以决定 可是我们就是在大学化里面 就是你如果学校你要收学位 要经过教育部的同意 这个就是在限制那一个财政的自主 而这个限制你必须要不违反比例原则 也就是说你限制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它的这种现实是不是有没有合乎这个比例原则 现在各个大学都在叫穷 都希望说能够提高学费 所以大学要提高学费 那这个就是跟学生就起冲突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你要提高学费 根据法律的规定 要经过教育部的同意 通常教育部都不敢 不敢说同意 因为如果同意的话 我们大学生马上就重到教育部 然后去抗议 那么抗议可能也可以占领教育部 好吧 这个过去就是曾经 每一次呢 如果大学想要那个学费 他是要提升那个学费 通常都会引起争持 那么学生一定 那个学生的代表一定到教育部去抗议 那么这个 而大学的校长一定是说 不能够说这个我们的大学跟很多 跟美国大学比起来 我们应该是太 这个应该还有再增加学会的空间等等之类 那么还有国立大学那个潜事来自教育部 可是教育部呢 他现在就是已经准备 因为教育部是希望说你大学也应该逐步要断来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大学 我们也有法律让大学设校务基金 也允许呢 所以现在的教育部给国立大学都不给足额 都只是给一定的层数 然后剩下的要你大学自己去另辟裁员 那当然最主要的 可是除了这个固定的人事会等等之外 那当然这个比方说他有一些特别的政策 像五年五百亿啊 这是额外的 这是属于政策的一个面向 那这个我们的大学校务基金有一个管理条例 它里面有规定 你大学要怎么用教育基金 它有一些消极要件 就是你不能够用在那里等等等之类的 这个也有一些限制 但是大学生财有道 这个你们认为大学为了要赚钱 你们认为大学可不可以开补习班 台大有没有开补习班 没有吗 我们有学问班喔 这个都是我们台大校务基金在赚钱 还有包括说呢 这个学校的老师如果有所发明 那个专利不能够据为己有 那是属于台大的 所以那个专利就可以赚钱 那么这个就是台大就赚钱 各位你们认为台大可不可以开餐天 可以开戏院 可以开百货公司 可不可以 这是为了赚钱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就可以 他们还可以开旅行社 可是你们认为台大没有吗 台大只是透过白手套在赚钱 我们有一些我们学校的建筑 你们看那个管理学院旁边的那一个 二伙 二伙这些都是台大的 可是台大就把那个空间出租出去 然后呢让这些厂商在那里什么潜水亭啊 那个筷子啊 这个 茄嘎啦 这个都是我常常去吃的 那么这一些 他都是对外营业的 都是在赚钱 那么他赚钱当然就是流入校务基金 他只是不是我大学自己去经营 他只是租给别人 那这个其实跟大学在自己经营 那个只是五十步校百步 那你认为 你们认为说 一个大学他要赚钱当然是可以 因为国家给他的经费是不足的 他国家也鼓励你 你要去赚钱 可是这个赚钱 身材也要有道 你们认为说这个大学真的是可以就这样盈利吗 不过这个很多国家大学都是 那一个好像京都大学他也在卖啤酒 他一个啤酒是京大啤酒 还是什么的 这个也都很有名的 以后我们这个台大看看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科技师食品的 好吧 台大也有在卖 那以后他可以开发那个台大的啤酒 以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有那个品牌 如果有这个就是台大在卖的 甚至以后人家说台大可不可以开一个 台大俊朗美尼很多 难道台大不能够开一个摩特尔公司吗 那这个各位后面这个是不是 gone too far 好像是台大要赚钱是也应该要 那个赚钱的那一个管道 那个也应该是不是要跟学术有一点点关系 这个就有争执了 那但是难道这样我去开百货公司 这个跟学术有关吗 开餐厅这个其实也跟学术有关 你们如果是看那个我们的水源校区 水源校区那里有一个水源会馆 这个也都是我们台大的 租给别人去开 让人家那里餐厅那个婚宴啊 或等等的还有一些二流三流的白货公司 这个也都是台大师当老板 好吧 总之我觉得台大要赚钱在这里 赚钱有什么样的一些要件 我认为这个是有法律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理解 目前这个大致上交易部都开放 让大学可以各显神通去赚钱 好吧 教学研究知识就是刚刚所说的 我要开什么样的课 然后我要决定那个学生毕业的门槛等等 这个都是 还有管理知识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这个在很多国家呢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日本过去呢 也曾经就发生一个案例 或韩国也有发生一个案例 韩国也是大学生到街头的抗议 哇这个是韩国的大学生很凶悍的 可是这基本上就是在一些国家 他们有一个大前提就是 警察是不入校园的 所以他把那个大学的那个校园的管理 他基本上就是说 除非是发生那个犯罪 有犯罪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这个就是 不管你大学同意不同意 既然是发生犯罪 而追溯犯罪 这个是属于国家的公权力 那个刑事警察 警察官当然是可以进来 可是如果没有发生犯罪 那么那个警察是不能够随随便便进校的 要经过学校的这一个同意 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这个戒严时期 过去就发生那个独台卫事件 这个在1990年代呢 也就是凌晨的时候 那个警总他们就开了那个吉普车 就冲入清华大学校园 然后到学生宿舍去抓人 那这个是解言之后发生的 但这个我能够说我们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是 渐进式的 并不是一解言马上就一步到位 所以这个管理自治在过去 并没有获得实践 这个现在已经 我想已经经过几次政党轮替 这个管理自治已经可以确认 没有经过大学的同意 那个警察情报人员 还有这些这个情治单位呢 他不能够随便进校园 在过去戒严时期 甚至呢就是曾经我们以前在徐州路 那个台大法巡的宿舍呢 都是那个吉普车军车呢 过去曾有一段时间 一样厂长就是车子就开进 那个台大法巡第一次宿舍 然后就去抓人 有我的老师级的那个 我的台大法律系的老师 他们过去就是在 他就是说呢在宿舍里面 半夜军车进来 把他的同学就抓出去 就没有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时代 那么现在是管理自治 这个一切都是要大学自己来 所以你们看到一个 警察不能够进来 所以包括那个校警 我们校警跟外面警察是不一样的 是我们学校自己 自己去聘的这个校警 所以是非常不一样 好吧 那参里自治的人员 基本上就是非常重要 要跟大家讲 最主要有三类人 所以三类人参加我们的校务会议 或是参加院路会议 那当然就是属于哪三类呢 各位你们有谁是学生会代表 你们大概有谁参加过 主要一定是老师居多数 然后有职员代表 有学生代表 有学生代表 那基本上呢就是 老师的这个代表 要在校务会里面呢 基本上通常是要 法律保障要过半数 它要dominate 为什么因为 基本上因为 在大学里面呢 最主要就是 老师是 很不好意思 老师是主角 那这个学生也是主角 可是基本上 因为学生基本上还是在学习的阶段 另外学生是每四年 就这样来来去去 所以说 对大学的熟悉的程度 当然是老师 而职员它的功能 就是在资源老师教学跟研究 所以整体而言 世界各国的大学自治 那个自治的人员 主要是以老师 就教授为主体 那么学生的代表的票数 职员代表的票数呢 基本上都不能够 凌驾这一个老师 这种规定 有没有违反平等 那大致上都认为还算合理 那这一个 我们的大学法就是这种规定 好吧 这个我们对于 学术自由就讲到这里 这个隐私权 这三个字呢 其实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宪法 可是呢有很多条都有规定 第十条里面有提到 人民有居住自由 居住自由它的内容出的包括 包括我 这个居住自由它的内容 意思就是说 在传统上指的就是 My home is my cather 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 这个就是居住自由 它保障的这个 主要的一个内涵 所以国家你不能够 无缘无故呢 侵入人民的住家 这个住家 除了就是保障我的住家的安全性 完整性 那通常也包括 我不准国家去刺探 我的家的隐私 那么你们认为说 最 国家对这个 人民的居住权最轻 轻的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怪手进去 把人家的家把它拆掉 那这个当然就是 对居住自由 一个最严重 最大的一个侵害 那么另外过去呢 还有一个可能 这个在共产国家 以前就是常常有的 我不清楚以前的 我们在建时期 有没有 就是国家 侵入你的住宅 在你的家里 秘密安装一个窃停器 这个也都是 多于居住隐私的 一个严重的侵害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窃停风暴 他是在讲东德 过去 Statsi 就是他们的 Statsi 就是国家安全检查 他都可以 国家安全检查 包括他的县民 他大概 国家安全检查这个人数之多 县民大概已经差不多 据说是相当于 全东德 一千六百万人口 大概有一半都是县民 那这个他们都 在人民的住家 通常 他都会 秘密的安装一个窃停器 这个就是对于 居住隐私的一个 民众的侵害 还有我们 宪法有保障隐私 还有包括十二条 秘密通讯自由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通讯隐私 通讯就包括打电话 还有包括透过网路 Email 国家去监听你的电话 他在机房里面 就是去用一个设施 他国家就可以偷听到你的电话 这个监听 跟刚刚所说的窃听 还不大一样 窃听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到你的住所 去装一个窃听器 而秘密通讯 对于限制你的秘密通讯 就是去监听 还有包括 他可以透过电信公司 他可以去对你的Email 他可以去拦截Email的内容 那么还有各种不同的 网路的这个通讯 就像LINE 以前据说我们的调查局 还打不进LINE 可是现在已经打进去 以前跟那个 好像是跟韩国或什么 以前签的一个契约 所以这个 他是怎么能够签进 就是通常都是 国家透过公权力 要求那个Server 你必须要提供用户的一些资料 他就可以入侵 那么这个就是秘密通讯自由 除了这个以外 22条这里有一个概括的 那这个大法官就是根据22条 他又发展出另外一个叫做一般隐私权 所以人民的隐私只要不是涉及到居住的隐私 不是涉及到这一个通讯的隐私的 所有的其他的隐私的这个 就根据过去 我们等一下会讲 根据大法官过去的解释 就是把它通通把它列为一般的隐私 一般的隐私 那个涵盖的范围 其实非常的广 那么从最 跟你最 跟你个人身体最密切关系的 我们就有 问我什么 身体的隐私 身体的隐私 就甚至包括说 你的血液 你的DNA 或是你的指纹 因为每一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 国家可不可以收集你的指纹 国家要强迫我要你的 要抽你的血 我要强迫要获得你的唾液 然后要来检验你的DNA 或是鸿蒙 就是眼睛的那个鸿蒙 或是国家可不可以强迫我要收你的尿液 这个都是涉及到你的身体的隐私 那么跟身体的隐私 更密切相关就是你的疾病的资料 生病的资料 就是你的那个疾病的整个的你的病例 生病的那个资料 这个也都涉及到你的这个隐私 所以这个是身体的隐私 也就是我们宪法的一般隐私权 它所保障 那么跟你的身体无关 可是跟你个人 你自己隐私的 这个我不想要让别人知道的一些我的活动 这个也是在一般隐私的范围之内 那个人最不希望 就是我一定有很多很私密的 我个人的一个私密的一个行为 那我被证明说这一次性行为大概就是一个人 他比方说性行为 这个性行为通常就是一个非常私密的这一个 一个人的一个活动 这个也一定是受到这一个一般隐私权所保障 甚至呢 各位你们还有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是我个人的隐私的一个活动 我不想让人家知道 那包括我的日记 你们认为日记国家可不可以 你无缘无故来没收我的日记 然后来看我的日记 那这个日记呢更进一步 会延伸到每一个人你的PC 你的个人的一个电脑 现在很多人都 现代的科技发达 这个电脑大概已经是变成 大概你的日记有时候有处长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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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平常 你这个 包括你的上网的活动 你上什么样的网页 你上什么样的网页 这个都是跟日记已经非常接近的这个活动 那么像这个你要不要这样 国家主要知道 那像这个你会认为说 有没有受到这一个影响 这个基本上也都被认为是一种隐私 那么这种隐私其实还包括 我跟我的这个通常隐私可以有一些 我觉得可以用童心眼来看 越外圈 它受到的那个 它的隐私的程度大概就越弱 像这个大概是最 最私密的 身体的隐私 或是最私密的活动 可能日记等等 那么接着这个大概就是 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活动 那接着这个可能就是 我跟朋友的活动 那么接着在后面可能是跟什么 同事的活动 那在外面这个大概就是在公开场合的活动 这个我们等下会跟大家讲 你们认为在公开场合的活动 可不可以主张隐私呢 就比方说我如果开车 你们认为说我到哪里 我的这个车子 什么时候呢 我到过哪里 你们认为我如果国家在你的车子上偷装一个GPS 那我就可以掌控说你这个人到过哪里 你们认为说这个你可不可以主张隐私 这个有没有什么隐私 这个你车子到哪里 你的活动的范围 这个就是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域 你的那个活动 过去认为这个既然你是公开 就没有什么隐私 现在这个都被推翻了 现在认为我在我的家门之外 公共场所的活动 现在也都认为这个也可以主张隐私 就包括说你在这一个街上走路 那国家在各个巷弄到处射监视器 那监视器呢就是说 可能透过那个监视器可以知道 你什么时候经过那个地方等等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你们的行踪 我什么时候也到过哪里 国家可以透过监视器 那么它就可以掌控你的行踪 你如果认为在公共场所跟隐私 这是相抵触的话 那这个国家它就可以到处 我都可以设射监视器 我国家也都可以在你的汽车上装设一个GPS 所以现在都已经 其实上都已经几乎这个 隐私权可以主张的大概范围是越来越广 但是不可否认的越是核心的这个圈内呢 国家越不能够侵犯那个隐私的那个核心 那越是这一方面的国家如果要清楚的话 它要求的那个公益公共利益的目的就要非常高 那如果是越是外面 那国家的庆祝这个可能 就是有那一个阶层之分 那这个法学就是要通常就是做这一种区分 我们先来看生理的隐私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跟生理隐私有关的 大概就是大法官有读过603号解释 这是在我们的户籍法过去有规定 你要前领身份证应该按那指纹并入除 不一规定按那指纹者就不予发给身份证 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身份证 你要身份证你就要送给国家十个指纹 那这个有没有影响到你的隐私 这个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身体的隐私 这个发生在民进党执政的事情 上一次的不是这一次 这个行政院他就要全面犯罚国民身份证 那么就要全面的实施按那指纹 可是呢 行政院他内部有一个跨部会的 人权保障活动小组 他去反对 反对行政院 他要求行政院向大法官提出 包括暂时处文的事件申请 这个当然行政院不会这么做 意思就是说要求行政院 向大法官要求大法官做成一个假处分 由大法官命令行政院暂停 这个当然 当时行政院长是谢长田 那就不愿意 那么总统五的人群致行小组 也反对按那指纹 那么当时就是由总统五国策顾问 一个彼得华 这个很有名的黄彼得 他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呢 就是强杀那个蒋监国的黄文雄 他号召全民拒绝按那指纹的公民不乎从运动 也成立一个反对强制按那指纹的连忙 那么最后就是由民进党党团 他申请四线 连署向大法官申请 请大法官来解释 看看到底我们的护基法规定 要按那指纹这个规定 有没有违宪 那么当时民进党团的连署 就是 你们知道那个带头的连署是谁吗 就是现在的蔡英文 他当时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的立委 那么由他带头连署呢 就申请四线 那么他当然这个还有赖清德 那么当时为了做成这要解释呢 这个大法官还开宪法法庭 那开宪法法庭的时候呢 这个申请人就是民进党的党团 他当然就是派蔡英文为代表 那么就到宪法法庭里面去辩论 去陈述他认为 为什么强制按那指纹是亲爱隐私权的理由 这个大法官做成一个603号解释 这一条解释呢 就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 申请人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可是他的对照 是民进党政府的行政院 但是以内政部为代表 那么当时内政部一再的就声称 想他按那指纹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安 为了维护治安 那么当时他就做一个民意调查 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 高达九成的全台湾的民众 支持按那指纹 就是台湾的民众 就是要求治安安全 甚于隐私 台湾的基本上政府 我送个指纹给你国家有什么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个我就反念到目前为止 台湾人民的这一个现代 在很多欧洲很多国家呢 如果看到街头监视器 他们都会提起诉讼 我说你怎么无缘无故在这里设监视器呢 他们会提起诉讼 在台湾刚好相反 他们说拜托拜托你在这里设一个监视器 所以目前台湾的街头监视器 据说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 可是射监视器密度高 是不是真的都有function就不知道了 记住很多就是在那里做做样子 可是从那里其实也可以知道说 台湾的民众 他也是支持射监视器 认为是可以为了维护治安 所以基本上就是台湾的多数的民意 大致上就是寧愿治安 而可以牺牲这一个隐私 那当然内政部就是以这一个民意调查 那么到宪法法庭来 那这个提出他们的这些数据 那么用来施压这个大法办 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全民都支持安那指纹 你如果宣告这个是危险的话 你就是恐龙大法官 这个大致上是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说法官 你们这个法官的判决要不要尊重国民感情 尊重国民的法律感情 这个目前我们司法公信力不好 大家都认为说恐龙法官恐龙道官 很多都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说法官的判决违背国民感情 所以你们都是恐龙法官 可是这个你们认为如果法官的判决或大法官的解释 如果都要尊重国民的感情 那法律系根本不必读了 就是说你法官的班上你去做民意调查 你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原告被告是主张是怎么样子 但我民意调查看看谁说原告有理由被告有理由 看谁的或者民意支持度高的 那么大法官或是法官就依照民意来判决 像这个其实可以知道说这个法官是不能够靠这个国民的法律感情 或国民的感情来做判决 所以有时候被骂恐龙法官 有时候你不能够怪法官 有时候你也可以怪 有时候真的是判决有问题 可是我们要知道说不管这样要知道 就是说法官是依法独立审判 他是不受国民的感情所影响所自备 那么603号解释呢 最后他就是宣告强迫安纳子文的规定 是违宪的 是侵犯到隐私权 可是仔细阅读603号解释 其实大法官他并没有说死 说国家绝对不能够透过法律授权来收集人民的指纹 就是要具备一定的要件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理由书里面提到隐私权 他说这一个是22条他所保障的资讯隐私权 资讯隐私权就是包括个人可以自主控制他的个人的资料 所以包括我刚刚所说的 我的个人的资讯包括我的指纹 我的身体的这些都是属于个人的这个资讯 这也都是受到保障 那么在这里大法官是说呢 如果法律明确规定要强制取得个人的资讯的话呢 那么就必须说明你收集利用 揭入个人资讯所能获得的公益 还有对资讯隐私的主体所构成的亲爱 要做一个通常的要做一个通盘的考量 那如果资讯是涉及到私密敏感的事项 或者虽然不是私密敏感 但容易与其他资料结合为详细之个个人档案 那么这个在个案中要采取不同密度的审查 所以大致上就是个人私密的 最私密的你们认识最私密的那个身体的隐私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的血液你的DNA 因为你透过那个DNA透过血液通常 可以知道说你整个的你的生理的资讯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 你有什么这个基本上都被认识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个人的这个隐私的资讯 所以国家你如果要获得这些那么个人敏感的这种私密的隐私资讯 但还包括即使不是身体隐私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涉及到性行为的资讯 像这些基本上也都是自己照家庭内部成员的互动的 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 像这个越敏感就是我刚刚说的 越敏感的资讯 那么你在这里你如果要清楚的话 大老官的审查就会严格审查 看看你国家如果要清犯的话就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利益才可以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连日记 你的PC也都是非常敏感的个人的一个资讯 那么你们认为指纹是不是一个敏感的资讯呢 可是你从你的指纹看得到你的生病资料吗 其实看不到啊 指纹它其实很表面的 它的特色就是碰触留痕 碰到哪个地方你就可以留痕痕 你从指纹推不出他的个人的这些身体的一些资讯 可是大文在这里还是认为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 虽非私密敏感 但荣誉跟其他资料结合为详细的个人档案 也就是说通常很多国家对人民搜紧很多资料 那这个指纹因为它通常是独一无二的 全世界数十亿的人口 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 所以它可以说可以identify每一个人透过指纹 所以指纹可以说 你如果知悉某一个特定人的指纹 通常很容易就是变成是那个开启 涉及到那个人 他的个人的这些敏感资讯的金钥匙 就比方说可能国家它已经 比方说透过税务资料或同样 他有时候他就已经对某一个个人 他已经收集了一些资料夹 可能这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资讯 那么可能就如果你又有一个指纹的连结 大概就是可以变成一个钥匙就可以通入 所以在这里大法官也认为 他指纹虽然不是敏感的资讯 可是容易跟其他资料结合为详细的个人资料 所以他也会认为这个是隐私 就比方说很多国家 就比方说你在银行的一些资料 那么你要去领钱通常有时候就是用指纹 那透过你如果获得这个人的指纹 你就进入他的银行的资料等等 那么这个私密敏感 这个私密敏感除了这个个人资料以外 还包括其实还包括银行的资料 我的这些都是还包括 这个当然这私密敏感还有一些定义上 就还包括个人的宗教信仰 有人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的宗教信仰 还有我的政党倾向 这些也其实都是被认为这个是非常隐私的一些事情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他这里所提到 指纹是个人身体的生物特征 因其具有人各不同 终身不变的特质 所以一旦跟个人的身份连结 即属具备高度的人别辨识的功能 的一种个人资讯 指纹具有触碰流痕的特质 故经由建党指纹的比对 将使指纹居于开启完整个人档案所要的地位 故国家藉由身份确认 而收集个人的指纹并建党管理 阻使指纹形成得以监控个人的敏感性资讯 所以国家如果以强制的方法要大规模收集国民的指纹资料 择其资讯的收集应属于重大公益之目的的达成 具备密切关系之侵害教求的手段 并以法律的明确规定是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大老公就认为说 这种你如果要收集指纹 因为这是涉及到可以说是连结到敏感资讯的一个所要的地位 所以它本身也变成是一个敏感的资讯 所以你如果要收集的话 它会严格审查 严格审查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国家要收集这种敏感资讯 你必须是追求重大的公益目的 并且你采取的手段跟目的的达成 必须是侵害最小 这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必须是natally tailored的 很紧密的剪裁的意思 好吧 我们打中了我们就下个 好啦 好吧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